第35集,蒋乔熙走出外国语高中校门的时候,正是上午9点。交流班的最后一节课结束了,蒋乔熙需要回实验区继续上课。一辆车停在校门口,隔一条马路,靠近邮局。蒋乔熙一个人穿过了车流,慢慢往前走,她听到身后有竞赛班的学生喊道,蒋学神,再见!东令迎见! 蒋乔熙站在车外,不禁呼吸了一口新鲜空气,她伸手拉开了车门,然后低头坐进了车里,任命一般。蒋正的司机戴着手套,在前头把握方向盘。梁洪飞坐在副驾驶上,透过后视镜,她看到蒋乔熙坐在后排,脸上也没什么表情。这个孩子还是像往常一样,除了学习数学,对什么都没热情。走吧! 她满意道,车子便缓缓推出去了。 乔熙,这几天住校怎么样?还可以,这边老师课讲得好吗?还行。我昨天给你打电话,你没接啊?还把电话挂掉了,你在干什么? 梁洪飞坐在前面问。蒋乔熙说,我在洗手间看题。 梁洪飞说,看题还用得着手机。蒋乔熙说,十点熄灯。 旁边司机憨厚道,外国语这边住校馆的挺严格的。 梁洪飞说,这样啊,早知道,带个手电来了。车内没开广播,连音乐都没有。 车子又新,是电剑集团刚为集团大领导更换的配车。 蒋乔熙坐在后面,她转过头,在封闭的寂静中望窗外的街景,望不到什么新鲜颜色。 梁洪飞和司机在前头聊天,说起,蒋乔熙从小就不喜欢坐车,容易晕车,容易吐,也不喜欢坐火车。 乔熙,学校怎么去东陵营定下来了吗?蒋乔熙说,没有。 时间这么紧张了,梁洪飞说,如果省队和实验不用统一去,我给你提前把机票订好。 好,蒋乔熙应道,她从书包里掏出一份讲义,低头开始写题了,梁洪飞便没有再与她说话。 这几天在学校多看看书,车到了实验高中门口,梁洪飞推开车门,下来说,已经是最后几天了,乔熙,你要替你哥哥。 司机从旁边劝道,嫂子,不用再说了,乔熙多懂事的孩子啊。 蒋乔熙下了车,拉好书包,她背起来,头也不回地往实验校门里走。 拐进教学楼里的时候,她忽然深深呼吸一口气,挤压着肺部,觉得舒服不少。 正好是大课间,刚刚结束了课间操。 蒋乔熙上楼,她身边的走廊里,处处是高二学生们的欢笑,嬉闹,分明是同龄人。 蒋乔熙却仿佛与他们生活在不同的时空中。 蒋乔熙,你交流课结束了呀。 是费灵格,她站在十八班门口,惊喜地望着她。 蒋乔熙点点头,与她擦肩而过,走进教室里。 她穿过讲台。 不可能吧? 余锦居然真的承认了。 她听到了林樱桃的笑声,和余乔几个人的在一起。 林樱桃激动问,她原话到底是怎么说的? 蔡方元坐在余乔同桌的座位上,皱眉道,余锦才多大点儿,懂个屁啊。 林樱桃笑着说,余锦现在都上小学五年级了,我总觉得她还只有那么一点点。 林樱桃把手伸到空中,比划了一下余锦矮矮的身高。 突然,她的手被蒋乔熙一把拽住了。 林樱桃一愣,抬过头看见她。 蒋乔熙背着书包站在黄战节桌边,低声道,你跟我出来。 班级里都是课间做完了操回来的同学,他们纷纷抬起头。 看着蒋乔熙把林奇乐拽出了座位,拽过了前面讲台,出门就走。 费林格在走廊上,他目瞪口呆地望着这一幕。 蒋,蒋乔熙。 林樱桃搞不清楚状况,她被蒋乔熙拽过了十七班,然后是十六班门口,走廊里全是同学。 聊天的,接水的,这会儿都纷纷扭脸瞧他们。 你拉我干什么呀? 林樱桃恐惧道,她的手腕被蒋乔熙紧握着,你别拉我了,我自己能走。 蒋乔熙把林樱桃一路拽到了楼梯口,她低头看了林樱桃一眼,把手松开了。 走吧,下楼。 她催促。 林樱桃一头雾水,周围全是人,是朝他们张望过来的同学。 林樱桃心里一阵发慌。 蒋乔熙沉默地走在后面。 林樱桃在她眼前下楼去了。 从教学楼出来,经过了室外篮球场,又穿过了理化实验楼,一条小路隐藏在树荫里。 直直通向小白楼的后门。 林樱桃一走偏了,就被蒋乔熙拉着去走对的路。 小白楼这会儿不是开放时间,门锁了。 蒋乔熙高高站在门前,她从书包里拿钥匙开门,拖着林樱桃进门去。 林樱桃从没来过这个地方,她抬头四处看。 蒋乔熙穿过走廊,随手推开一间自习室的门,里面没有人,她拉着林樱桃进去了。 把门一关。 你昨天那话什么意思? 她进门就问。 林樱桃站在自习室里,她瞪着俩大眼睛看四周,又回头看她。 什么? 她问。 蒋乔熙走到她跟前来了。 她低头看她,一开始不作声。 冷不定又抬起头,喉结滚动起来。 林樱桃明白了。 你说,那个,她后知后觉。 林樱桃想了想。 你怎么还问? 昨天从电话里,林樱桃以为她已经说得够清楚,解释得够明白了。 蒋乔熙一直问。 她不得不一遍遍讲。 蒋乔熙放下书包,从旁边拉过来把椅子,自己坐在了椅子上。 她好像根本不打算上下一节课了。 她抬起头,要听林樱桃和她讲清楚。 林樱桃站在她面前,穿着和她一模一样的校服,站着只比她坐着高一点。 蒋乔熙,林樱桃耐着性子道,我,我以后不想再生你的气了。 蒋乔熙抬眼看她,为什么? 林樱桃对她说,以前我太小了,我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。 蒋乔熙不理解地瞇了瞇眼。 林樱桃说,所以以前的事,你也不要当真了。 我知道你身边有很多朋友,觉得我黏着你,我缠着你,但其实根本没有。 我当时指,是,我从来没有这么觉得。 蒋乔熙说,林樱桃看她,可是所有人都是这么觉得的。 她说,蒋乔熙说,林樱桃。 林樱桃一愣,干什么? 蒋乔熙说,你知不知道,以前在群山工地的时候,那些老头老太太,那些叔叔阿姨,他们在背后怎么说你和我? 林樱桃没懂,怎么说? 蒋乔熙平静道,他们说,你是我的小女朋友。 林樱桃眨了眨眼睛。 蒋乔熙也不说话,就看她。 林樱桃尴尬道,什么,什么呀,在群山的时候我才多大呀? 你,你和我一样大呀? 就和现在的余瑾一样大。 蒋乔熙并不想反驳她。 你听谁说的? 林樱桃问。 蒋乔熙说,回去问你爸妈。 林樱桃正了一下,她闭上嘴。 他们两个人,一站一坐,在无人的自习室里面对面。 明明就在两天以前,他们见了面连一句话都不讲。 可这和,这和你朋友说我有什么关系? 林樱桃说。 他们什么都不知道,什么都不懂。 蒋乔熙道。 林樱桃冤枉道,他们不是你的朋友吗? 于乔也是你的朋友。 蒋乔熙突然说,你告诉过,她我和你的事情吗? 林樱桃突然撅了撅嘴。 我和你什么事啊? 她说,又没有什么事。 蒋乔熙在面前瞪她。 林樱桃低下头,过了一会儿又扭开头。 那些人,她声音突然委屈起来,你那些朋友,他们说我说得好难听啊,我只是来上学。 我又不是来做坏事的,我又没有得罪过他们。 似乎在不知不觉间,说话的两个人不再是省城实验高中、高二十八班的林奇乐和蒋乔熙了。 他们待在一个封闭的小房间里,连大人们都在一扇大衣柜后面午睡。 说什么事,除了窗边的万年青,没有人能听到。 我写信,又,我又不是给他们写的。 林樱桃深呼吸着,嘴角一撇。 她说着说着忽然蹲在地上了。 蒋乔熙一下子站起来了,她拉开椅子,来到林樱桃面前蹲下。 樱桃,她说。 她看到林樱桃肩膀直颤,她把脸深深埋进膝盖里。 他们笑我什么呀? 林樱桃声音压抑的,委屈地哭起来了。 上午第三节数学课,林奇乐旷课了。 课间时候,她从外面跑回来,眼眶通红的,正好撞见了走出门的数学老师。 老师一看这个乖乖幽等生两个肿眼泡,你,你怎么回事情啊? 林奇乐抿了抿嘴,委屈道,老师我,我肚子疼。 他连忙用手捂自己肚子。 老师低头,弯下腰去看,你这捂的是干啊。 林奇乐忙把手往下挪了挪,他实在过于紧张。 蒋乔西从后面远远过来了,还背着书包,像刚回来。 数学老师一见他,蒋乔西,你外国语的课上完了? 老师好。 蒋乔西走近了,低头说,颇有礼貌。 林奇乐在旁边还捂着肚子,坠坠不安。 数学老师亲切道,你现在感觉怎么样? 东令营有把握吗? 蒋乔西突然笑了一下,纵使是数学老师也愣了,过去很少见到这个学生笑。 老师,我刚看这个同学从校医院出来,蒋乔西说,他指了指林奇乐,对老师讲。 他好像不大舒服。 数学老师一愣,忙回头。 真的呀?老师连忙辅助林奇乐,那你赶紧,赶紧进去吧。 林奇乐在黄湛节等人一样的注视下,坐回到自己座位里。 他一双眼睛本来就大,哭过,瞧着更有点楚楚可怜的意思了。 周围好多人都在看他,大概都知道林奇乐今天大课间被蒋乔西拽出去了。 俩人一整节课都没回来,这是太稀奇了。 林奇乐在座位里转过头,往后看,他看到蒋乔西从后门进来,却没坐下,蒋乔西站在墙边。 低头和费林格说了几句话,费林格脸上表情十分错愕。 蒋乔西说着说着,忽然抬起眼,看向了林奇乐。 本集完。